在耶誕還有新年假期 歐美兒童最喜歡的禮物 就是由冰雪奇緣的相關產品 這一局打敗稱霸數十年的芭比娃娃 艾莎公主對小朋友巨大吸引力可見一般 不過國外這個老爸居然是惡作劇 說是要送女兒冰雪奇緣玩具 結果到女兒面前 真的只有冰而已 這女兒當場氣得在家裡滿腸捧 幸好這老爸準備了其他禮物來補救 才讓寶貝女兒消了火氣 溫暖人心的冰雪奇緣 風靡無數兒童和少女 創下全球票房12.7億美元 上映一年多來至今魅力不解 八歲小女孩奧黛莉 要求老爸比爾要買冰雪娃娃送她 還穿上艾莎公主戰鬥服 等著要來拆禮物 小女孩用手捂住眼睛好期待 結果老爸比爾真的從冰箱裡 拿出冰雪娃娃 包得大費周章 結果 老爸真的很調皮 人家說的冰雪娃娃 指的是艾莎公主和妹妹安娜 一起演的冰雪奇緣玩具了 不要拿冰塊當娃娃來哄小孩 爸爸白名在惡作劇 小女孩真的生氣了 爸爸哪敢讓女兒不開心 其實比爾有準備真正的冰雪奇緣禮物 後來還帶小女孩去KTV唱歌 唱的當然是冰雪奇緣的主題曲 才讓小小奧黛莉 平息怒氣開心過年 記者綜合報導 重産導 決心 詞 dan 桃子 ах